作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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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不釋手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光源 彩君 是我 我刚回来 我刚刚撞见志芳 他在我房里把我所有的手指都偷走了 什么 他也偷了你三十多万呢 那你报警了没有 你报警了没有 好好好 我知道你是个厚道的好孩子 好吧 那如果那些钱追不回来的话呢 妈会替你想办法把那个洞补齐的 再见 老板娘 妈 你便当到了 来 我不饿 生意可以不做 但饭要吃哦 来 你给你拼揍我和我西餐 我们吃饱了再说 好不好 这又何必呢 我们把它想成啊 你那三十几万 你掉了 或者是你玩股票你赔了 或者你送给他买药吃好不好 又不是世界末日 钱不见了再赚嘛 是不是 好好好 饭呢 等一下再吃 你先把饮料给我喝了 好不好 来 来 喂 龙龙 你来得正好 他整个下午都是不吃不喝的 快把我急死了 快把我急死了 你来劝劝他 采军 你这是何苦的 我的话你可以不听 但是伯母 是你母亲啊 你该听了吧 伯母 我 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如果这笔钱追不过来 我会听你想办法了 我难过并不是为了钱 我这么帮他 这么包容他 他竟然这样回报我 小孩子 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你去掏心挖肺的 受一次教训 学一次乖 这样你的补学费就没有白交 这一对姐妹 好一对姐妹花 一个强着我心爱的人 一个夺着我辛苦赚来的亲 叫知方来这边工作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他不是需要工作 他是需要一个男人 康文是我的合伙人 他讲话心直口快 你不要记忆 我想我们现在不只是合伙人的关系 不过 加上您跟采军的特殊关系 我想我们三人的感情更加凝聚了 那则神人启示就是康文灯的 二十多年前 一住院生产的时候 他母亲正在那家医院当护士 是他亲耳听见 你的家人提到 要把孩子送到什么地方去 他目睹了那一幕 他念念不能忘 你的亲人把孩子带走 而且掺赛了你 他努力地试着 找过你们 我了解了 当时我们不停地搬家 因为我父亲怕孩子的父亲找我 又怕我去找孩子 所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我们就搬家 就这样东飘西荡了好多年 一直到我遇见了智琳的父亲 母亲临终前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她是希望我能找到这个母亲 而且她提供的信息 可以像这个母女让她们团聚 就算隔了二十几年 应该不算晚了 不晚 一点都不晚 谢谢你母亲有这份心 也谢谢让我跟采军相遇的寻人启示 康文 谢谢你 李淑萍女士在仁德医院传下一女 九月二十几年 李淑萍女士在仁德医院传下一女 重了两千八百公克 长相秀气 十分可爱 9月25日 李女办妥手续 准备出院 不料李女之父 强行将孩子抱走 并交与一名年约40岁的男子 交代她送往罗东陈家 我数度寻访 赎评女士未过 也曾只身前往罗东陈家 探视这个可爱的女孩 陈家老夫妇 待起视如己出 十分疼爱 但好景不长 三年后 当我再次造访时 老夫妇因车祸意外 双双死亡了 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被社工人员 送到了幼光育幼院 这是1971年的事 如果是这个孩子的母亲 应该知道 孩子始终佩戴着 新型的水晶项链 因此 老夫妇为她取名晶晶 希望她人如其名 似水晶般的闪亮 不论您何时获得这个讯息 都不算晚 因为主的庇佑 让我福至心灵地 嘱咐儿子康文 彼录这段往事 祝您早日寻获爱女 也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 请 谢谢你送我这块水晶 它不只是一块水晶 还是命运 我因为有它而幸福 而富有 我会好好地孝顺你的母亲的 像亲生女儿一样地孝顺她 谢谢 该起床啦 我们出国是度蜜月 不是让你赖在床上睡懒觉的 这只要多睡一会儿 你再不起来啊 早餐就要凉了 来吧 说 你有多爱我 你有多爱我 我就有多爱你 你就不能吃点亏 多爱我一点 我爱你怎么会算是吃亏呢 再说我也不能占便宜 这么说是我占便宜 许春 许春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许春 结果的感觉真好 好什么 有人陪的感觉很好 有人关心的感觉很好 有人伺候的感觉也很好 当夜深人静 你睡不着的时候 有人躺在你旁边 那感觉更好 下班 回家的时候 热腾腾的晚餐 放在桌上等你 那种幸福的感觉多好 对 臭袜子有人洗 屋子里有人打扫 晚一点下班有人煮宵夜给你吃 这种感觉 多好 对 基本上啊 我觉得你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婆 你只需要一个费用就可以解决啦 你别走 休战 我不跟你闹了 你站住 我说的你没听到吧 你伤了我的记住 我 我 你认为我需求的层次太低 只配跟菲勇打交道 你别闹了 你快点去吃早餐吧 我出来好几天啊 我要跟我老爸打个电话 我都不晓得他身体骗子怎么样 我要你跟我道歉 我干嘛跟你道歉 因为你说错话 有些话是可以随便讲一个 可是有些话不能随便讲 就因为一句 因为你是我老婆 我不容许我老婆如此调感 好好好 我道歉 可以了吧 你赶快去吃早餐吧 你赶快去吃早餐吧 我是知灵 我爸爸在不在 你爸爸不在 那他最近身体好不好 他身体倒还好 倒是你姐姐啊 姐姐怎么了 你姐姐偷了彩娟三十万 还有我的一些首饰 跟一个男人跑了 什么 三十万 天哪 姐姐怎么会做出这种糊涂事呢 他去哪里啊 那个男的是谁 彩娟有没有报警啊 幸好你去度蜜月了 没有碰见这些晦气事 这些问题等你回来了再说吧 阿姨麻烦你多照顾我爸爸 他不能再受半点刺激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你放心吧 你爸爸比你想象的要坚强 谢谢 我们一个礼拜以后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 我会马上处理这件事的 再见 再见 你姐偷了彩娟那三十多万 她跟一个男的跑了 我甚至连那个男的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应该跟她赌气 我不应该对她的事情不闻不问的 三十多万 正是彩娟这几个月的利润跟周转金啊 她辛苦了这么久 居然被资方不费摧毁之力就拿走了 我姐姐她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知道的 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从来没有并不代表永远都不会做 我这么帮她 她居然能将仇报 这年头真的好然难做 也许 也许是那个男的受益的 人家再怎么受益 如果她不认同的话 这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她这样不仅伤害了自己更伤害了别人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帮她说话 我不是在帮她说话 我只是在揣测她的动机 她有什么动机 她有本事去投那些有钱人的钱 甚至她去劫富济贫 我都不反对 问题是采军 采军的钱 是靠她自己一滴血一滴地存下来的 完全都没有靠别人 失去了这些钱 也许她的生活 甚至她的生意都会有问题的 你别那么激动嘛 如果她有这层了解的话 她就不会这么做了 我为什么不激动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没有公义 只看人家生活 不看人家耕耘 那是靠心 最好别人的成果 通通占卫其友 最好你个人我守候 你看你 难怪人家会说以前在御幼院的时候 你是采军的守护神 她受了任何委屈 你都可以帮她抚平 旭川 你现在可是我的守护神 除了我之外 我不许你再去保护别人 你要是把我的醋痰子打翻了 你可是会吃不消的 许甄 许甄,你怎么了 我忘了刷牙 都没有人告诉你 不要提我的过去 我们是一群被遗弃的孩子 我守护他有什么不对 更何况 他才是我的挫折 是我伤害的时候 我不管他 还有谁会过去管他 许甄 也许是我说错的话 可是我并不知道错在哪里 但是 但是以后 会不会尽量不去听你和彩娟的过去 对不起 是 在哪里 我回首 静一旧 爱你坚持不怕休 就算再重头 太细作 依然对 你爱不释手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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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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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啊 啊 喂 喂,采君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沒有忘 好好好,我今天要早點到 待會見 雲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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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雲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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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郑远 晚上有个聚会 不能在家陪你吃饭 店锅内有稀饭 馒头 镇锅内有红烧肉 自行取用盘 输平流 来 干杯 干杯 祝你们脾气泰来心想试试 谢谢妈 伯母 也真的谢谢您 还刻意地把这里包下来 请我们吃这么丰富的大餐 这一杯啊 我们再见你 好 来 其实今天找你们来 真正的目的不是为别的 是要给你们养东西 三十万 没有周转金怎么做生意呢 不不不 伯母 这点问题我们还非自己解决 之前我真的不能拿 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 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你 也没有办法迷补我对你的亏欠 你并没有亏欠我什么 不然你受了苦难 不见得比我少 孩子 父母跟儿女是天心地义的事 又何必跟妈客气呢 妈在 好了 就当是借人了 我们有能力我们再还 好不好 好 妈 你这样会把我宠坏呢 宠你啊 是妈的事 变好变坏呢 是你的事 不过你放心 这妈演你啊 你永远是好自为之的好孩子 宠不坏的 宠坏啊 这次我要羡慕你了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尽 внеш为之你 没关系 找ого người 즐—— 隙烈 您 我 好不好笑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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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 我肚子笑得好肚子 笑完了 你跟伯母讲个故事 我 我可不会讲这东西 伯母不讲故事 那我们是不是请伯母 讲一讲她以前谈恋爱的事 其实今天没有外人 我也应该让采娟 对她的夫妻有所了解 妈 妳千万不要勉强 不想说就不要说 都快三十年 什么伤口好不了呢 她是个船员 我们是在我的同学家里面认识的 我们彼此吸引 我瞒着父母跟她交往了一阵子 有一天 她忽然向我求婚 我被吓到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刚出头 从来就没有想到要结婚 她说我们先订婚 等半年之后 她对她远洋回来我们再见 我口头上给了她沉入 她留下了一对新型的水晶 作为信物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是在基隆小码头 我送她上船 她留下了两颗心 从此 从此就没有再回来过 难道连一封信都没有吗 当我发现怀了你的时候 我只请她的船公司 转了好几封信给她 她只回了一封信 信誓旦旦的说 她一定会回来 叫我等她 我一等再等 直到身材走一样 家里待不下去 我只好躲到香下去 我的父母找了我好久了 直到我快要临会的时候 终于被他们找到 后面的故事你们就都知道了 谢谢 后来 你怎么会嫁给沈波波 是缘分 也是 也是赌气吧 父亲送走了我的骨肉之后 我们就不断地搬家 我也不断地被他们安排相亲 他们硬把我装扮成大家闺秀的模样 我对这一切简直反感透了 我甚至于有点恨他们 恨他们夺走了我的骨肉 恨他们超出我的命运 恨他们为我安排的这一切 直到我遇到了光源 我才恨他才是我要的人 我才恨然大悟 他才是我要的人 我父母被我欺婚了 因为他是有家事的人 但是我不在乎 我用光源来作为对我父母的抱负 我嫁给光源不是为别的 只是为了多这口气 难道你一点都不爱他 那个时候 我爱不爱他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他爱我就行了 他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他像父亲一样的客户 对我只有付出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甚至为了我 他不惜跟他结尼了十年的弃子里面 这也就是知邦和知灵到现在还恨我的原因 但是我不后悔 也就是我自己没有选错 至少他给我安逸和平静的生活 因为我自己没有选择 恋爱跟婚姻是不同的 选择自己适合的 往往比选择自己爱的 更能够让婚姻关系维持场景 我不该听你们讲这些的 再讲下去我就没有形象了 来 喝酒 妈 不会的 你讲越多 形象越好 表示你愿意敞开心灵接纳我们 我本来以为我会深索感情过一辈子 可是没有想到上天对我还是厚爱的 他接受了我的气球 终于把你还给了我 妈 妈 因为你在我的身边 感觉真的很好 你是妈最亲的人 妈以后再也不会空虚 再也不会没有安全感的 但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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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攻…進攻… 在進攻… 在進攻…… 探索的四方快速… 在進去… 在進攻終點的三場 在將… 看不懂得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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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別太懂了… 別太懂得難了… 別太懂了… 參與三場繼續發展… 在進攻… 第一場次… 三場大地… 十秒大大地… 沒有四番子… 随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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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